我們看這一集 他說直角三角形AVC 這個是直角 P是斜邊VC的終點 Q是AP的終點 直線VQ跟AC交以R 他說如果AV是4,這段是4 AV是3 那要求AC跟QR 首先我們看 這是中線,因為這是直角 所以我們如果做AVC的內接 這個外接遠 做他外接遠的話 這個就是直徑 直徑的話 這個圓心就在這裡 圓心到達三點的距離一樣 因為這個是3 所以這也是3 這也是3 好 這是3以後 那又是直角 這是4 這是6 那這個我就可以算出來 AC的話等多少 就等根號多少 這個平方 減這個平方 因為這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6的平方 減掉4的平方 我可以抽出什麼呢 抽出2來 這個多少? 2抽出來 抽出2的話剩下3 3的平方 減2的平方 9減4是5 所以是2根號5 所以第一小題是2根號5 再來QR 要算QR 要算QR的話 我們怎麼算 我們用孟式定理來算 我們先把這個比算出來 這個比的話 我可以算 怎麼算 就是說 AR 這個比這個 乘以這個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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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等於1 這裡 他有說Q是終點 剛剛講過 孟式定理 這個比這個 乘以這個比這個 乘以這個比這個 乘以這個比這個等於1 所以AR 要處理多少 處理RC 再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 這個是6 這個是6 比上3 再乘以多少 乘以這一段 比這一段 因為這個是終點 所以這是1比1 這是1比1 好 這個會等於1 這是孟式定理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這個 AR 比上這個VC 等於多少 等於1比6 等於1比6 就是3比6 1比6 所以這個比是1比2 好 那1比2算出來以後 我現在只要把VQ算出來的話 我QR就曉得了 為什麼 我可以再用一次分次定理 這個比這個 乘以這個比這個 再乘以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1 好 那這個 那這個是6 那這個 這個比這個是3比3 3比3 3比3 乘以多少呢 這個是3 3比1 再乘以2 乘以QR 乘以QR QR 比QV 這個等於1 好 那我現在只要算出VQ 算出QE 那QR我就可以算出來 好 就是說 好 那現在是VQ怎麼算 VQ 因為它是中線 那中線的話 我如果把它延長以後的話 可以看成什麼呢 看成那個一個P乘式邊形 好 就是說我現在的話 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 把這個是A B P 把它做成一個P乘式邊形 我們知道P乘式邊形的對角線 兩對角線的平衡核 等於四邊的平衡核 那這AP 我曉得是等於哪 是等於3 就3 3的平衡 加上多少 加上這個平衡 因為這個是等於這個兩倍 所以的話 就是加兩倍的VQ VQ的平衡核 等於四邊的平衡核 等於四邊的平衡核 這也是4 這也是3 如果比你指定幾乎 這也是4 這也是3 這是兩倍的多少呢 4的平衡 加上3的平衡核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VQ算出來 4倍的VQ的平衡核 等於多少呢 等於兩倍的4的平衡 兩倍的16 然後再減掉多少 這樣加 這兩倍的9 減掉一倍的9 這剩下9 那所以這樣的話 這是 32加上9 這41 這也是41 所以VQ平衡 這兩倍的平衡核 等於四分之41 那所以我VQ就曉得 兩邊給他開根號 這是二分之根號41 好 那這樣QR就可以算出來 這是1嘛 這些叫1 所以QR的話 等於多少呢 QR的話 就二分之根號41過去 二分之根號41過去 二再乘以把3除過去 三分之一 所以答案是六分之根號41